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听老贾讲财务 我们继续来进行注看财务成本管理 这么课程的习题强化班的学习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第十个专题 股利分配、股票分割和股票回购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在这个专题里面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其中一个就是股利理论 这个股利理论 其中一个就是股利的无关论 另外一个就是股利相关论 股利的无关论就意味着 股利政策的制定和公司价值没什么关系 股利的相关论就意味着 股利政策制定会影响到公司价值 那这个股利无关论 它的基本假设要清楚 基本的观念要明确 这个股利的相关论这里面 包括这个税查理论 遇鸟在手理论 客户效应理论 代理理论 信号理论等等 那么对于每一项理论 你要知道它的基本观点 这个股利理论 几乎年年都会考我们 接下来就是股利政策类型 这里面包括四种股利政策类型 这四种股利政策的类型 注意它的优点 它的缺点 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 每一种股利政策 它的股利支付额是如何来计算的 那股利支付额计算出来之后 你就会要计算股利的支付率 是吧 股利支付额除以净利润 那不就是你的股利的支付率吗 把这个呢 我们要能够搞清楚啊 搞清楚 接下来呢 就是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 不同的影响因素 它对这个股利支付率的高低 是怎么影响的 在什么时候呢 股利支付比率应该高一点 什么时候股利支付比率应该低一点 你不仅仅要搞清楚 有哪些影响因素 你还得清楚 这些影响因素是如何来影响 股利支付比率高低 这才是重点 接下来呢 就是关于这个股利种类 这个我们主要是掌握基本概念 特别是股票股利和财产股利 股票股利呢 是把公司自己发行的股票 当作股利分为股东 这叫股票股利 财产股利呢 是把你持有的其他公司的有价证件 比如说股票和债券 当作股利分为股东 那叫财产股利 所以说基本概念得搞清楚吧 接下来呢 就是鼓励支付过程里面 实际到的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 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里面 要特别注意股权登记日和出席日 股权登记日 那就意味着在这天 股票价格里面 应该包含着已经宣告的股利 除夕日 也叫出权日 那就意味着相关的权利和股票分开的时间 换句话再讲的话 在除夕日的时候 股价里面就不再喊股利了 另外这个股票的除权参考价格 怎么去计算的 它是用股权登记日的收盘价 减去每股的现金股利 除以一加送股率 加上转增率 计算出来出权的参考价格 不要亏算 接下来就是关于现金股利 和股票回购 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我们说相同的地方 都会导致现金流出企业 股东都能拿到现金 它会导致所有的权益的减少 会影响到资本结构 不同地方 我们现金股利属于股利的支付形式 所以说股利高低的变化 就会给人感觉不稳定 另外我们说这两种 它的税收的影响效应也是不一样 那么关于股票股利和股票分割 这两个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这个在主观的客观的都会考到我们 注意好好总结总结 我们的基础班里面都详细列实过的 再有就是关于现金股利 股票股利 股票分割以及回购 它的财务影响 哪些项目有影响 哪些项目没影响 这样的分清楚 这个股票分割呢 我们说把一股分成多股 那叫拆股是吧 反分割呢 把多股并成一股 那叫并股 股票合并是吧 把这样的一个影响要能清楚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专题里面 关于主观题的这种考核 它怎么去设计呢 其中一个 就是关于我们这里面提到的这种 现金股利 股票股利 不可分割 第二就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就转增了 对股东权益各个项目是怎么影响的 对股东权益总额有没有影响 这个要清楚 难度不大 主客官地都可以靠我们 接下来呢 就是关于这个股票回购 和这个现金股利 对公司和对股东有什么影响 这个呢 就是主观性的一种文字性的简单说明 要清楚 当然客观地里面也可以靠我们 再来就是固定的股利支付率 和外部融资的结合 你比如说我们在计算 这个外部融资的时候 是用融资的总需求 减去你可动用金融资产 再减去内部的这个利润留存 你内部的利润留存 不就是用你预计的净利润 乘上一减去固定的股利支付率呢 这时候结合在一起了 一讲固定的股利支付率 得到结果就是留存率吧 另外就是剩余股利政策 和企业价值评估里面的 现金流量折现模型去结合 按照剩余股利政策 就意味着应该满足 未来的投资资本的要求 满足未来投资资本要求之后 剩下的部分你可以进行股利发放 这个基本道理得搞清楚了 那接下来呢就是不同的股利政策 这个股利发放额是怎么计算的 不同的股利政策 有什么优点呢 有什么缺点 注意文字性的讲大说明 虽然考过不代表说就不能再考你了 还是要特别关注 好 下面呢我们来看题 首先呢来看单选题 下列各项股利理论中认为股利政策 不影响公司市场价值的事 那就是股利无关论呗 A选项客户效应理论 这属于什么是股利相关论的一些观点 那就A选项不对呗 B选项信号理论也是股利相关论的一些观点 C选项一鸟再收理论 这也是股利相关论的观点 所以说一排除 那就只能是D选项了 无税的MM理论 MM就是米勒莫德格赖尼 两个人在完美的市场假设情况之下 提出的结论来 这里面没有考虑所得税 所以说叫无税的MM理论 所以说我们采用排除法 也能够把它筛出来 是吧 就是正确选项应该是D选项 接下来看下个题 假公司2020年初 未分配利润负的100万元 2020年实现净利润1200万元 公司计划2021年 新增投资资本的1000万元 目标资本结构 债务权益比是3比7 那就意味着权益占满是70 法律规定公司 需要按照抵减年初累计亏损后的 本年净利润的10% 提取攻击金 该公司采用剩余估计政策 2020年发放的先进鼓励资上 我们说采用剩余估计政策 你需要考虑的内容 考虑什么呀 一个就是未来的投资资本 这1000万需要考虑 这是一个数 那么这个投资资本 我们在筹策的时候 按照目标资本结构 其中权益占多少 应该占本是70 这个需要考虑 然后我们就要看一看 20年的时候 你的净利润多少 净利润是1200万需要考虑 好了 满足未来投资的权益资本 要求之后的剩下的差额 就是我们需要分配的鼓励 就考的这么三个数 一个是净利润 一个是投资资本 一个是权益所占的比例 就行了 其他的不用考虑 其他的都干扰下 所以说正确选项呢 就是递选项 接下来看下个题 当企业呢 有较多自由限制流量时 为了抑制经理人员 随意支配自由限制流量 而采取高股力支付力的政策 他的理论依据什么呢 我们说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吧 所以说 他的依据就是代理理论吧 因此正确选项应该是递选项 也就意味着不用看着他了 是吧 我们把这些自由限制量 都当鼓励分走了 你再干坏事也干不了了 所以说呢 我就不用看着你 就可以怎么样 这个节约代理成本吧 接下来看下个题 在净利润和市盈率不变的情况下 公司呢 实行股票的反分割 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A选项 美股的面额下降 反分割 应该是什么 是股票合并 并股嘛 多股并成一股 应该是 美股面额应该上升 所以说A就不对了 B选项 美股收益上升 并股的话 就意味着发行资外 股数减少了 美股收益提高 没问题 C选项 美股市价下降 由于市盈率不变 市价除以美股收益 那美股收益上升了 那你美股市价 应该也上升 所以说C就不对了 D选项 美股净资产不变 美股净资产 我们说 应该是用净资产 除以股数 那么由于股数减少了 那美股净资产应该上升 所以说D也就不对了 因此我们说 本期的正确选项 接下来看D选项 美股净资产不变 我们说股票的反分割 净资产总额没变 但是由于股数减少 那你美股净资产应该上升 所以说D的表述也就不对了 正确选项应该是B选项 接下来看下个题 与发放现金股利相比 属于发放股票股利优点的是 A选项 提高美股市价 发放股票股利股数增加 美股市价应该下降 A就错了 B选项 改善公司资本结构 发放股票股利 我们说你资本结构是不变的 所以说呢 B的表述也就不对 C选项 提高美股收益 你发放股票股利股数增加 美股收益应该下降 所以说C就不对 那就只能是D选项了 留存大量现金 因为你发放股票股利的话 这时候怎么样 不像现金股利那样 现金会流出企业是吧 这时候呢 我们现金就可以留存下来 满足未来投资要求吧 因此证券选项 那就是D选项 接下来看下一个题 在以下股利政策中 有利于稳定或提升股票价格 从而树立公司联好形象 但股利的支付 与公司盈余脱节的股利政策 是哪种呢 从他描述来讲 很好判断 应该是固定股利 或稳定增长股利政策吧 那就意味着 不管公司盈利多还是盈利少 你都是按照固定的股利 或者是稳定增长的股利去支付 那这样的话呢 盈余多的时候还没问题 那盈余少的时候呢 就会有压力 所以说呢 它是和这个公司的盈余脱节的 因此呢 正确选项 那就是B选项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题 你就得需要搞清楚了 每一种股利政策 它的优区点都得搞清楚 你不能说我这个题会就OK 但考试还会考其他的股利政策呀 就要清楚 接下来看下个题 甲公司呢 2020年利润分辨方案 向全体股东 每10股送两股 转增4股 并派发现金股利2元 10送2 就是指股票股利 转增 那就是资本工具转增股本 转增率就40% 2021年的5月12日 是股利宣告日 当日收盘价呢 108元 5月18日 是股权登记日 当日收盘价呢 是107元 甲公司股票的 除权参考价格 除权参考价格 应该用哪一个收盘价呢 应该是用股权登记日的收盘价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 股权登记日的收盘价 107 减去呢 每股的现金股利 10股呢 派发现金股利2元 所以说每股有0.200 除以呢 一加送股率 加上转增率 算上结果来 66.75 所以说我们算的时候 一个就是基本公司要会运用 然后里面的各个变量怎么定的 是吧 好 接下来看下个题 公司采取剩余股利政策 来分配利润的根本理由是什么呢 什么是剩余股利政策呀 我们按照目标的资本结构 满足未来投资里面的权益资本之后 剩下的这个利润 我们可以进行股利分配 而这个目标资本结构 通常就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嘛 看一选项 是公司的利润分配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是从灵活性交代考虑的吗 不是 是满足未来投资要求 按照目标资本结构去出售资金 所以说不是灵活性问题 一选项 降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没问题吧 因为我们是按照目标资本结构 来筹措这个资金的 那目标资本结构 当然就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的了 C选项 稳定对股东的利润分配额 这也不是吧 我们到底能够支付多儿股利 那得看剩多少是吧 剩多了就多分 剩少的少分 就是C肯定不对 递选项 使对股东的利润分配 与公司的盈余紧密配合 也不是这个考虑吧 那大家想象一下 这个利润的分配和盈余能够很好配合的是 哪个股利政策 我们说 这个配合最好的 就是固定股利支付率政策 你比如固定股利支付率是30% 那就说你盈利多多分 盈利少少分 反正都是乘30% 你看这个结合的程度最好 是吧 那这样的话 我们说本题 中性选项应该是B选项 接下来看下个题 按照回购股票价格的确定方式不同 能够给公司零货性最大的是哪种呢 按照回购股票价格的确定方式不同 可以分为有固定价格的邀约回购 和荷兰式的盘卖回购 那这两个 哪个零货用最大呢 当然就是C选项 荷兰式的盘卖回购 把这个分类要注意一下 这个每一种回购呢 注意它的基本特征 熟悉熟悉 OK了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多选题 某公司呢 发行在外的普通股的股数呢 500万股 每股面值呢1元 每股市价呢为10元 如果按照每10股送两股的政策 发放股票鼓励 并按市价计算 下列关于发放股票鼓励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可以选项 股数增加100万股 我们说10送二 那就相当于是20%的送股率嘛 股数呢一共是500万股 那么它的20% 那就是100万股 所以说A的选项正确 B选项 资本公积呢增加900万 这个资本公积这块呢 就相当于是市价和每股面值的差额吧 市价是10块 每股面值的是1块 我们这块的股票鼓励呢 一共有100万股 是吧 那算是结果来 资本公积增加900万 没问题 正确 记得看C选项 股本总额呢增加1000万 那股本总额这块怎么样 应该是每股面值1块 然后乘上100万股 那就意味着我们股本这块呢 应该增加是100万 所以说C就错了 接下来看递选项 未分配利润呢减少1000万元 这里面他说股票鼓励 按照市价结算的 所以说呢 你按照市价10块钱 然后乘上什么呢 乘上这个100万股 是吧 从未分配利润里面减少出来 那从未分配利润里面减少1000万 其中的900万 积入了资本公积 另外的100万 积入了股本 这就OK了吧 所以说D的表是正确 那正确显向呢 就是ABD了 接下来看下个题 下列呢 关于股票回购 和现金股利影响的说法中 属于二者共同点的有 A选项 均减少公司的现金 现金股利 那就意味着现金会流出企业 股票回购 也会导致现金流出企业 这是A的表现正确 B选项 均减少所有权益 我们说这个现金股利的发放 未分配利润减少了 所有权益减少 股票回购的话 股本减少了 收入权益减少 没问题 B的表是正确 C选项 均降低股票市场价格 我们说股票回购呢 发行在外股市减少了 价格会上升 现金股利的发放呢 会降低股票价格 所以说呢 这个C就不对了 第一选项 均改变所有权益的结构 那我们说 你现金股利的发放 未分配利润减少 股东权益 或者所有权益 内部结构变化了 那股票回购的话 我们说 你的股本减少了 所有权益的内部结构 也发生变化了 没问题 做D的表是正确 那我们说 对于这个股票回购 和现金股利 它不仅仅改变了所有权益结构 也改变了资本结构 所以说 把这些道理都搞清楚了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正确选项怎么样 那就是ABD 接下来看下个题 下列项目中 股票鼓励和股票分割 均不会改变的有 这些选项 资本结构 我们说 不管是股票鼓励 还是股票分割 所有权益总额不变 资产总额不变 负债总额也不变 那就意味着资本结构不变 A正确 B选项 资产总额呢 那我们刚才说的 资产总额也不变 对吧 负债总额不变 这个做权益总额不变 B正确 C选项 股票面值 我们说股票分割 股票面值会下降的 股票鼓励 股票面值不变 所以就不对了 选项 股权结构 我们说 发放股票鼓励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 按照这个面值来进 结算 相当于是 未分配率减少 股份增加 如果按照市下的结算 那就意味着 未分配率减少 资本攻击会增加 股份会增加 那就意味着 股票鼓励 会影响到股东权益内部结构的 股票分割 我们说 不影响内部结构 股本总共不变 所以说 D也就不对了 正确选项 就是A和B 接下来看下个题 根据税差理论 下列情形中 能够导致股东偏好 高现金股利政策的有 你选项 不考虑股票交易成本 资本利得税 小于股利收益税 这时候怎么样 股东 他就会偏好 以少分 多留存 以减少我的税数负担 所以说A就不对了 B选项 考虑股票交易成本 资本利得税 大于股利收益税 那么资本利得税 大于股利收益税 如果再考虑到股票交易成本的话 那就意味着股票交易成本 和资本利得税两者之合 那就会更大于股利收益税了 在这种情况下 为了减少股东的 这种失负负担 他希望怎么样 希望多分先进股利 B是正确的 所以选项 考虑货费时间价值 资本利得税 小于股利收益税 那么资本利得税 通常情况下 它是属于延迟交纳的 交对税的时间会比较晚 它小于股利收益税 如果再考虑时间价值的话 那就意味着它会更小 那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说为了能够使股东 税数负担轻点的话 应该是少分配 多留存 所以说C就不对了 接下来看递选项 不考虑货费时间价值 资本利得税 大于股利收益税 那么资本利得税 大于股利收益税 能够减少股东的这种税负担 我们怎么样 就可以多分配 少留存 多分配的话 那就意味着 它就会喜欢高 现金股利的政策 就是D的表是正确 那正确选项呢 应该是B和D了 接下来看下个题 某公司呢 原发行普通股 30万股 每股收益呢 3.68元 你发放4万5千股股票股利 如果净利润和适用率不变 则发放股票股利之后 来选项 每股收益为3.2元 那我们说 如果发放的是 4万5千股的股票股利 那就意味着 我们这块送股率多少呢 那就是15%呗 那送股率这是15%的话 我们说你这个净利润如果不变 就相当于股数增加了 是不是 那我们原来的每股收益多少呢 我们说原来的每股收益 这块3.68嘛 现在你股数现在增加多少呢 增加15%吧 除以什么呢 1加上15% 这就是你在发放股票股利之后的 每股收益 所以说算是结果3.2 A选项正确 B选项 股东持股的比例不变 比如说呢 在这里面 有一个假股东 假如说呢 他持有多少呢 持有这是三万股 持有三万股 持有三万股的话 就意味着这是10%了 占我们30万的10%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公司说发放15%的股票股利嘛 那15%的股票股利 那就意味着改股东 他拿多少呢 他也拿到15%对不对 那么拿到15%的话呢 那就是4500股呗 加那些再加上怎么样 加上4500股 那得到结果呢 那就是三万4500 那么我们这个公司在发放股票股利之后 总的股数怎么样 应该在30万基础上 再加多少呢 加上4500 你看 你的持有比例是不是还是10% 34500 占34万5000的10%吧 所以说 B选正确 记得看C选项 股东所持股票的市场价值不变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了 那么作为这个假股东来讲的话 你这块 原来持有多少呢 持有是三万股是吧 10%嘛 那么在发放这个股票股利之后 意味着你的股数怎么样 相当于也是增加了15% 就没问题的吧 这就是你发放股票股利之后的股数嘛 那么假如说 这个公司在发放这个股票股利之前 比如说 它的市价多少呢 假如它的市价为10块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了 如果在发放这个股票股利之前的时候 你市价为10块 那么作为这个假股东 你原来的市值 是不是应该用三万 乘上每股10块 这就是你原来的总市值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说了 你在发放股票股利之后呢 你的股数增加了15% 那么这时候你的市价怎么样 你的市价 就会下降15% 对 你明白了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 你这一块 在发放股票股利之后的股数 然后乘以 在发放股票股利之后的市价 那现在看一看 你的总市值 是不是还是原来那格数呢 没法上变化吧 你看这一加百分之15和这一加百分之15 敲掉了吗 没问题 所以说呢 你在发放股票股利之前 和发放股票股利之后 你的市场价值不变 因此呢 我们说 这个ABC 这都正确 看D选项 股东所持股票的股本金额不变 你股数增加了 你股本金额当然增加了 所以说D就不对了 因此呢 我们说正确选项 就是ABC了 接下来呢 看下个题 下列关于股利分配理论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选项 一鸟在手理论认为 股东呢 偏好高股利支付率 一鸟在手理论的话 股东觉得 分给我股利越多 我越安全 所以说呢 比较喜欢高股利的支付 没问题 A的表正确 B显向 代理理论认为 为了降低经理人员 和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 应该采取高股利支付 把这些自由线留怎么样 我都分下去了 我就不用看着你这个经理了 是吧 可以降低代理成本吧 没问题 B的表正确 所以选项 税差理论认为 不考虑交易成本的时候 应该采取低股利支付率政策 我们说你不考虑交易成本的话 你这个资本利得税 小于这个 股利收益税 这时候怎么样 我们应该采取的是 这个少分配 多留存 那少分配多留存 那就意味着采取什么呢 低股利嘛 所以说C的表是正确 接下来看第一选项 客户效应理论认为 边际税率较低的投资者 会喜欢低股利支付率的股票 你边际税率较低 就意味着你的税收负担没那么重 给你高股利也没关系 所以说呢 他应该喜欢高股利支付 这样的话呢 低的表述就不对了 那这题正确选项 应该是ABC 接下来看下个题 发放股票鼓励前后 下列项目发生变化的有 看一选项 资本结构 我们说股票鼓励的发放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收入权益总额都不变 那就意味着资本结构不变 那么资本结构不变 就意味着它不会发生变化 B选项 普通股的股数 发放股票鼓励属于送股 股数应该增加 就是B选项正确 C选项 股东权益结构 发放股票鼓励的话 股东权益内部结构会发生变化 你比如说按照面值来结算 为分配率减少股本增加 所以C的表现正确 D选项 每股面值 发放股票鼓励并不影响面值 所以D不正确 正确选项就是B和C 接下来看下个题 下列提醒中 会使企业减少股力分配的有 减少股力分配就意味着 采取的是低估计支付 A选项 市场竞争加剧 企业的收益稳定性减弱 有的时候收益多 有的时候收益少 所以说我们得多6点现金 要采取低估计支付 A得表示正确 B选项 市场的销售不畅 企业库存量持续增加 企业的库存量持续增加 就意味着占用资金太多了 我们就会缺钱 所以说应该怎么样 应该少分配 就是B的表是正确 C选项 经济增长的速度减慢 企业缺乏良好投资机会 缺乏良好投资机会 我钱放这浪费 就应该是多分鼓励 所以说C就不正确了 接下来看D选项 为保证企业的发展 需要扩大投资规模 扩大投资规模就意味着 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 所以说应该少分配 多留存 D的表正确 正确显向就是ABD 接下来看下个题 固定股力或稳定增长股力政策 它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我们说作为股东来讲的话 他如果偏好现金股力 他就会比较喜欢这种股力政策 那么偏好现金股力 就是希望多分鼓励了 希望鼓励比较稳定了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医鸟在手理论 另外我们说 你采取固定股力 或稳定增长股力政策的话 可以传递一个比较好的信息 经营稳定 而且持续增长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信号理论了 因此我们说 采用固定或稳定增长股力政策 它的依据 那就是A和D 接下来看下个题 下来各项中不受企业股票分割影响的是 A选项 美股股票价值 股票分割会导致股数增加 那美股的市价会下降 那美股市价下降 当然就影响到了美股股票价值了 就是A就不对了 B选项 股东权益总额 股票分割 我们说股东权益里面的内部结构不变 股本金额不变 股东权益总额也不变 所以说 这个B选项正确 C选项 企业资本结构 股票分割的话呢 我们说股东权益总额不变 资产总额不变 负债总额不变 那就意味着资本结构不变 C选项正确 接下来看递选项 股东的持股比例 假如说呢 公司这个方向在外 一共是1万万股 这个其中这个A股东 它持有呢 1000万股 那就意味着持有10% 比如说 这个按照1比2进分割 那1比2进分割的话 就意味着 我们这块的1万万股 就会变成什么呢 就会变成2万万股嘛 那同样道理 我们说 你这块的这个A股东 有原来的1000万 它这块怎么样 就会变成2000万股 那你看看 它的持股比例 是不是还是10% 所以说 股东的持股比例 不受影响 因此呢 我们说正确现象 应该是BCD 接下来看下个题 下列的关于股票回购的说法中 正确的有 A选项 股票回购 可以降低财务杠杆 我们说股票回购 会导致现金流出企业 股东权益减少 应该是财务杠杆提高 负债比例加大 次数A就不对了 B选项 股票回购 可以调节 授权解构 通过股票回购 拿回股票来了 这些股票怎么样 我们可以奖励公司的管理层 奖励公司的员工 可以作为可转换债券 你不是债券可以转出股票吗 来使用 这样的话怎么样 就是调节了授权解构 没问题 B的表是正确 所以选项 股票回购呢 能够向市场传递 股价被低估的情况 所以说呢 通过股票回购之后 有助于股票价格提升 C的表是正确 选项 股票回购呢 可以避免股力的波动 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果说我们 把用于股票回购的 这些资金 用于股力的支付 那么当期股力支付比较高 以后呢 股力如果支付比较少 那么这种股力的波动 给公司带来的就是经营不稳定 但是我们这个股票回购 它不属于股力的支付形式 所以说呢 就避免了这种负面影响了 没问题 地的表是正确 正确选项呢 就是BCD 接下来看下个题 假公司呢 你按照一股 换两股的比例 进行股票分割 分割前后 下列项目中保持不变的油 A选项 美股收益 通过股票分割 股数增加 美股收益应该下降 A不对 B选项 股权结构 股权结构 注意指的是股东权益 内部结构 那就说你股票分割的话 不影响内部结构的变化 股本金额 资本攻击金额 因应攻击 微分分利润 每项金额都是不变的 那就意味着 内部结构不不变 所以说B 我们说是正确的 C选项 净资产 净资产就是所有权益 总额不变 C表示正确 D选项 资本结构 股票分割的话 我们说 净资产金额 总资产金额 负债总额都不变 那就意味着资本结构不变 所以D的表是正确 正确选项就是BCD 接下来看下个题 假公司盈利稳定 有多余现金 你进行股票回购 用于将来奖励本公司职工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股票回购 产生的影响有 A选项 美股面额下降 我们说你股票的分割 会导致美股面额下降 A就不对了 B选项 美股收益提高 通过股票回购的话 我们说 发行资败股数减少了 股数减少的话 美股收益上升 没问题 B正确 C选项 资本机构变化 股票回购 现金会流出企业 股东权益总额减少 资本机构发生变化 没问题 正确 你负债比例上升了 接下来看D选项 自由现金流减少 你回购股票 会导致现金流出企业 没问题 记得表示正确 正确选项就是BCD 接下来看下个题 如果X公司按照1比2的比例 进行股票分割 下列的手法 正确的有 A选项 股本总额增加一倍 我们说股票分割 股本总额是不受影响的 就错了 比如说我们股数 有1000万股 每股的面值 比如说为2块 这样的话 我们说你的股本金额多少 股本金额就是2000万 股本金额2000万 如果说我们按照1比2 进行股票分割的话 那就意味着 我们这块的股数 那就变成多少呢 变成2000万股 1比2进行股票分割 1股拆成2股了 那就意味着 我们这块的面值怎么样 那就变成了 每股1块 所以你会发现 股本金额还是2000万 是吧 可能B选项 股数增加一倍 由于原来的1000万 变成2000万股 没问题 B正确 C选项 每股净资产保持不变 由于股数增加 净资产总额没变 所以说你每股净资产应该减少 C就不对了 第一显向 股东权益结构保持不变 股东权益结构 也就是股权结构 这是内部结构 保持不变的 内部各项目金额 都没发生变化 内部各项目金额 没发生变化 就意味着结构没变吗 所以说D 表示正确 正确现象呢 就是B和D了 B和D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